嗨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 GraceHub里面的网格系统 还有建立基本的向量概念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如果要建立基本的网格系统的话呢 我们到这个Vector底下的标签 在这边有一个Grid的子标签里面 我们把它点开 那可以看到这边就可以有几种基础 五款的形状 像是六角形的 好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六角 好先把它删掉 或者是这种辐射 辐射状的 那我们今天呢 会用到的是这一个方形的 好我们把它点下来 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你会看到啊 我们现在这个网格 它跟下面这边 它其实还有一个平面 有没有 有一个平面的这个图示 它是重叠在一起的 那这个话会有点妨碍我们阅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它其中有一个这个Plan的参数 有没有 我们把它按右键 选择这一个 我们要把它截取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单独选取它这个平面的这个参数了 那它现在一样预设是在这个XY平面 那我们就不更动它 我们把它进行隐藏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表格去做单独的显示 那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参数要输入 分别是这个网格的大小 然后跟它X方向的数量跟Y方向的数量 那X方向的话呢 我们这边先给10 好我们先给这个数量 好你看到这边就往X方向涨了 然后Y呢 我们一样把它送进来 就往Y方向涨了 然后在尺寸这边呢 你现在看到这边它是1嘛 我们把它改成2好了 让它稍微大一点 好 你会看到我们网格就比较大一点 好稍微把它移到视窗中间 那你会看到它这个网格生产后来 它这边就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 它的每一格每一格 它这个是线的线种类的参数 然后下面这边呢 就是它的点就是Points 那它这边它是没有把这个点进行显示的 我们如果要单独显示点的话呢 你可以到这边 Parameter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点的这个参数 或者是点的这个容器 好在这里 我们把它呢 这个点我们把它送进来 你就会发现 哎原来是这些点 这样 好 那呢我们现在可以针对这些点呢 我们去在上面画一些圆好了 好我们可以到Curve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Circle 好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这个点位 它点位其实这边就是涵盖了预设XY平面的这个点的坐标跟平面资讯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点送进它这个Circle需要的Plan 好直接送进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哦它上面都绘制好圆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原本那个点啊进行隐藏 然后呢我们在圆的半径这边它现在是1嘛 我们给它打个0.2小于5 然后小于10 好 我们把它送进来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可以针对这个圆的半径来进行调整 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 视觉上面可能有点像是花窗或者是这种 图腾的这种效果吧 嗯 好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网格的第一个小案例 那接着呢我们来进到向量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电池稍微往上面移 移这样子好了 好 把它做个群组 好 那接着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边是点嘛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从Ryno里面 我们绘制一个点 点在这个网格里面呢 这一个网格里面的位置 可能大概点在这边好了 点这个点 好 然后呢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点 送进gresshopper里面 还记得吗 我们这时候就对着这个点的容器 点的参数 我们按右键选择set one point 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Ryno里面的点 创选起来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选好了 好 好了之后呢我现在想要去测量说 我现在这个网格上每一个点 到我刚刚在Ryno里面画的这一个点的这个向量 那它的这个向量会是怎么样 我们来画一下 假设这是一个网格有没有 然后我现在在网格的边界上 相交了这一点 每个都上面都有一个点 好 然后我现在在这边我画了一个新的点 如果它的向量的话 这个到这个的向量就是会长这样嘛 对不对 这个到这个是长这样 好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好 这就是向量 好 或者是可以说它是一个方向性 那我们如果现在要了解说 这边每一个点到这个点的向量的话 我们就是到这个 针对在做向量这个标签底下 在Vector这边 有一个Vector2Point 它就是针对点跟点之间去做向量 在这个位置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需要输入两个点 有没有 这个点就是我们原本的点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目标点 目标点就是这一个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网格上面的点 跟目标点分别送进来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就完成了每一个点的向量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Vector后面给它一个Panel版 然后我们就可以观看这个 所有关于这个向量的这个资讯 那你会看到它这边其实针对每一笔资料的这个向量 它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 我们也可以在这种电池的后面这个输出端这边接一个Panel 它其实就可以针对我们这边运算的这个资料去做一个直接的显示 会让你比较好读啦 你就不用还要这样子比着 然后有些眼尖的同学啊 可能就会发现说 这个线它是实线有没有 那这个线它是虚线 这差别是什么 这其实就会牵涉到gresshopper里面有资料结构的问题 那关于资料结构像是list或者是tree啊 甚至是一些可能像是序列的概念 那些呢 我都会在gresshopper初级这个清单课程里面去做介绍 那在这个入门的课程里面呢 我主要是带大家做gresshopper的一个认识 还有对Ryno的衔接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向量之后啊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向量来做一个向量的显示 我们之前有针对点去做过点的显示嘛 那我们可以在display这里 这边有这个vector 这边有这个vector display 我们就可以针对向量来做显示 好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下来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边这一颗 它只需要输入的参数比较少 下面这边比较多 它可以上颜色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向量 就可以送到这个向量的显示里面 那你会看到这边需要输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它的锚点 就是我们这些原来的点 这些 然后vector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完的这个向量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锚点跟这个vector 我们把它送进来 好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边每一个点的这个向量 你如果稍微移动一下这个 这个chino里面的这个这个点 你就会看到它就会跟着跑 有没有 好 然后在原本计算这个vector to point 这边这个电池 然后它这边还有第三个参数 这个是要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单位 就是把我现在每一个方向性它都变成是长度是1的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停留一下 你看它这边 前面这边就是一个false 所以它是一个true false的一个判断 它现在预设是false 那我们可以把它更改成true 我们如果要更改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停留一下 按右键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改成true 在setboolean这里我们把它改成true 或者呢 我们可以到这边parameter底下 这边有个input 在这个boolean toggle这里 好 在这个位置哦 这个的话呢 你看点两下 它就会变成true 这是针对一个true false的判断 然后你可以直接从外观上面去进行显示 如果你是按右键的话 这边是true 它不会有任何的显示 有的时候就会不知道说 诶现在是true还是false 好 我先把它改回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boolean toggle把它送进来 然后点两下 好 你看这边就变了 这边就变成每一个向量都是一个单位的 好 然后也可以试着移动一下 蛮有趣的吧 好 那我们接着来试试看这个 下面这个vector display 我们一样呢 把这个 锚点的这个point送进来 vector送进来 好 我们先把原先这个按隐藏哦 好 你看它这边就是画箭头了 然后它这边可以设定颜色 它这边预设的话是黑色 好 那我们如果要给颜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parameter标签这个input这边 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上色 是这个color swatch 在 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呢 它这边就有这个颜色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送进它的color里面 你看它就变成白色了 那如果你要改颜色的话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白色 就是这个颜色显示的地方点亮下 这边其实就可以调 然后这边可以拖拉 就按着这个正方形的地方 它就可以在这边选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 就是其实还蛮多种方法可以选的 这个就是rgb 你可以这样子调 然后alpha的话是它的透明度 好 好了之后你在旁边点一下 这好像不太明显 这样点一下 这样子其实就更改好颜色了 好 那这个的话是今天的案例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呢 从graceup里面建立了这种基础的网格 然后也了解到说呢 这种简易的图屯呢 它很多都是背后有这种一个网格在 然后可能上面我们可能画圆 然后或者是画线 来形成这种重复性规律很高的这种图屯 就是这样子形成的 好 然后还有介绍向量的这种基本概念 跟向量怎么样子去做显示 然后这边有一个像是这种 volient toggle就是针对这种true false的应用 或者是怎么样子用右键然后去做更改 这样 最后呢有教大家简易的上册方法 好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